这一题呢,它其实是STPM里面蛮常出这样的一种提醒的 So sketch the graph of modulus 2x-3 然后在同样的diagram里面找出这一个东西大过x 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呢,其实是你画两个graph 第一个graph是y等于modulus 2x-3 第二个graph是y等于x 然后你就找出这一个graph大过这一个的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,我就让它的这个等于0 所以让这整个等于0的时候,我的2x-3等于0 所以我的x等于320 就是说它的那个v的这个地方是320 在这一边320 OK,然后它的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3,y等于3的时候 x等于3 OK,好,所以它拿到这两个点 所以它有这个v的形状在这一边 然后我的y等于x 然后我的y等于x的时候 00112233 我拿到这个 OK,好,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graph 其实它有两个 我让它有不同的颜色 我让它有不同的颜色会比较清楚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蓝色的这一条线呢 它其实是y等于x 然后黑色的这一条线呢 这两条线呢 都是属于这个y等于modulus2x-3 这样,然后题目要的是 modulus2x-3大过x 大过x 就是说这一条是我的x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地方 你看这一个黑色的大过蓝色 所以在这一边黑色的大过蓝色 在这一段距离 这一些都是黑色大过蓝色 OK 然后过后呢 这一边 再延长下去 的时候 这样我继续跟它延长下去 这边我再让它继续延长下去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知道 就是说在这一段 也是我黑色的大过蓝色 所以它答案是我的那个 x小过1 x小过1 跟x大过3 所以它答案是 x小过1 x大过3 这样 OK 然后 呃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从graph那边 拿到它的1 但是这一个部分呢 你的这一个 y等于modulus2x-3 这个东西 ok 我的y等于modulus2x-3 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可以写生 piece y 2x-3 当我的x大过3 2 这一段 然后-2x加3 当我的x是小过3 2的部分 为什么会是-2x加3呢 这个其实是-2x-3 是这一段 也就是-2x加3 ok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要 这一个第一个点 b的这个点 b的这个 a的这个点 a的这个点 是y等于x 跟- 蓝色的是y等于x 跟这个地方交接 这个 是在我的a的点 ok 这一边 然后过后呢 我的b的点呢 是-2x加3 跟y等于x 结合的地方 这个是在我的b的点 所以我的2x-3等于x 这个是我的那一个 呃 这个是我的a的点 然后这个是我的b的点 所以2x-3等于x -2x-3等于x 然后在这一边 你把它搬过来 搬过去 所以它就会拿到x等于3 然后你把这个乘进来 -2x加3 这个搬过去3x等于3 然后x等于1 这个是1 这一边 其实我可以直接从graph那边看到啦 但是 呃 你算出来会更准咯 所以它是在小过1跟大过3 这两个地方